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切片軟體的入門篇 那相信很多人可能有聽過 但卻不知道這是什麼 那我這邊呢就大概跟大家講解一下 切片軟體主要呢是 當我們拿到一個3D檔的時候 我們要讓3D列印去列印它 那這個過程呢 3D列印它會不知道說你的物件是怎麼樣的 所以我們需要透過切片軟體呢 把它切好幾層 然後讓它知道說我們的物件是怎麼樣的 然後你要設定什麼樣的參數 然後我們再轉檔 給3D列印看得懂的程式嘛 所以呢切片軟體就是做這樣的工作 那可能很多人是想說 那這樣子會不會非常的複雜 那我這邊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款軟體 如果你有興趣的可以去搜尋一下這個名稱 它其實都是下載得到的 而且呢它有附多國語言的 所以你可以去選擇說你可能需要什麼樣的語言 像繁體中文它都有的 因為很多人它可能找到的切片軟體呢 是英文介面的 在使用上的時候會比較沒有那麼容易的 那如果是中文的話很多其實蠻直覺的 你可能看到名稱你就大概知道說要怎麼去設定它的 那這邊呢就先讓大家去嘗試一下 我先大概講一下說 中文介面呢我們要怎麼去設定出來 一開始預設它是英文介面 我們從上方列這裡倒數第二個 你把它按進去點設定 這裡呢有一個基本設定裡面就有一個語言 你打開之後呢把它選取繁體中文之後 你按關閉 整個關閉再重新啟動呢 它就會變成這個中文介面了 好這邊先讓大家去試喔 那一開始進來之後呢 我們需要設定列印機的大小 那怎麼設定呢 我們從偏好設定裡面呢 點進設定 那這裡呢你可以去選擇主題 我是選擇這個黑色的底 那這樣眼睛看起來會比較舒服一點 那再來呢 是你點選印表機 那預設呢 你可能去按新增 去尋找一個你的品牌 列印機的品牌 選完之後呢 你就直接進來 你在點這裡看印表機的設定 好看一下你的設定呢 你可以看一下你的說明書 或是廠商他建議說 要怎麼去設定它 你的平台 然後有沒有熱床 等等的這些參數 以及你的擠出機是幾個 然後噴頭 直徑 還有你耗材權的直徑等等的 這些把它設定完之後呢 你就會進入這個預設的畫面 那這裡呢 之後你就可以再進行做其他的參數 那我們就先做到這裡囉 接下來我們就要把3D檔 套入這個軟體裡面了 那首先呢 我先找一個檔案做示範 那就直接這樣拖曳進來呢 它就會載入這個檔案了 那進來之後呢 它預設會放在平台的中間的位置 那底部它已經跟你做結合了 那這裡呢 我們點一下 看在旁邊這裡呢 有幾個可以去做選擇的 像是移動的 你可以去手動設定說 它往哪一個方向 SYZ方向移動多少 或者是你用手動移動 這樣也是沒有問題的 它都可以去做移動的 那這邊假設我就是讓它在原點的位置 你也可以手動把它輸入回來 再來是縮放的功能 這個是蠻常使用的 我們有時候檔案要做放大或縮小 從這裡可以去改變它 或者是你直接設定尺寸 也是可以的 讓它縮小這樣子 或者是說我要改變回來 那你就把百分比輸入100 它就是原本的大小 以及旋轉 旋轉這邊呢 有SYZ三軸的旋轉方向 就看大家列印的時候需要 什麼樣的方向去做旋轉 這邊就留給各位去嘗試了 那我這邊就 預設是這樣子 好 那再來是一個鏡像 那這個是比較少使用的 偶爾我們可能會列印左右相反 或上下相反等等的這種方式呢 我們不用回到3D檔去更改 我們可以從這裡去設定它 像這樣子 它就會這樣相反過來 那這邊一樣給大家嘗試 那另外兩個呢 因為不常用 我這邊就不探討 入門篇這邊就不去討論這裡 那這裡呢 大致上是左邊這邊的功能 再來我要介紹的是 右邊這邊 主要設定參數的地方 一開始呢 我們要設定的是 我們的層高要多少 意思就是我們每一層 它的尺寸是多少 那這邊如果是入門的話 我會建議使用0.2 0.2是比較 品質比較可以接受 那時間上也不會太久的 那如果你覺得0.2 有點粗糙的話 你可以嘗試用0.15 甚至0.1 或0.05 這樣去嘗試它 當然時間上會 會加倍上去的 那接下來呢 其實層高 一樣也是預設是0.2的 那 線寬這個意思呢 就是說 我們的噴頭直徑的大小是多少 一般比較常見的可能是0.4 那有的可能是0.2 或是0.1 那這邊呢 就根據各位3D鏈機的噴頭大小去設定 那我就設定一個常見的0.4 那這邊 有一些參數你可能看不到的時候呢 你把它移過來 這裡有一個齒輪 你按一下 按進來之後它就有一個 它會進入偏號設定 這裡如果你沒有看到 你可以把它打勾 它就會顯示出來 那有一些你可能不常用的 你可以把它打勾拿掉 那這邊我就介紹幾個比較常用的 好 再來是壁後 那壁後呢 要怎麼設定 壁後的設定呢 就是 我們噴頭直徑的倍數 好 這是什麼意思 好像這裡是0.4 那我設定1.2 它的意思就是它有3層的壁後 那假設我設定0.8 那它就是2層的壁後 好以此類推 我們就看你的 噴頭的直徑是多大 來去設定你的壁後 好以及 頂部跟底部的厚度 好這個就是我們 在 底部跟頂部呢 你要設定多厚的大小 去把它封起來 那這裡呢 它就是要依照你的 層高 就是我們層厚的倍數 假設你是設定0.1的話 厚度是0.8的話 它就是8層 就是這邊就會變成8 齁 就以此類推大家去 感覺一下 那這裡呢 我再介紹一個 填充密度 填充密度的意思呢 就是我們在 做3D列印的時候 一般它這裡是10星的 那我們如果要列印外觀的話 可能不要讓它是10星的 我們要節省材料跟時間 我們就可以去設定填充密度 那如果是入門的話 我會建議設定 5至20左右 你去評估一下 看哪一個比較適合你 那如果你是要空心的 你就設定0 0的話 它就是裡面沒有填充 那如果是設定100的話 它就是10星的去列印它的 那這邊一樣讓大家去嘗試 再來這個也是比較重要的 我們的耗材 列印的溫度跟平台 溫度要多大 以及要開啟回抽 這邊呢如果是入門的話 我會建議是開啟回抽 那列印的溫度呢 以及平台溫度呢 這邊就要依照你的耗材卷的 建議呢 來去設定它的 那我這邊呢 就預設是PLA 那這邊呢 是一個參考詞 那你要依照你的耗材卷 以及廠商建議的去做修正 那我這邊是設定說 列印的噴頭是190度 平台是60度 那回抽距離這邊也是 給大家參考而已 我的回抽速度是55 回抽距離是6 那為什麼要回抽呢 我可能後面會再來做一下說明 以及列印的速度 那這邊如果是初學者的話 我會建議 設定在20至40左右 不要設定的太快 你設定的太快的話 列印出來的品質會變得比較不好 當然你也可以設定慢一點 慢的話 它品質相對會提高 但是時間會變得非常久 那這裡呢 還有兩個東西 需要設定 那像是支撐 當然不一定每一個物件都要支撐 那這個呢 就要我們各位去評估一下 如果你在列印的時候呢 某一層它可能是懸空的 那這邊我們就需要開啟支撐 這邊把它打開來 假設你一樣如果沒有看到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有一個 像是齒輪的東西 點開來之後呢 它會進入片奧設定 你這裡就可以把支撐給它打開來 那這裡呢 你可以去設定它的角度 你角度設定的越大呢 它支撐越少 那你角度設定的越小呢 它相對支撐就會更多 那這裡呢 我會推薦使用鋸齒狀 好 那鋸齒狀呢 因為它的支撐呢 是比較連在一起的 所以你在拆除支撐的時候 有時候你拆除到一個部分 甚至一開始你就可以把整個把它剝弱掉了 是在處理支撐是比較方便一點的 所以我會推薦用鋸齒支撐 其他的呢 我就是預設的 我卻沒有去改變它的 那第二個呢 是我們平台附走的類型 一般如果我們已經有一個平面呢 連的牢固的話呢 那我們就會設定用外圍 好外圍的意思呢 就是它在外面呢 會先走個幾圈之後 再開始做裂印 那因為有時候我們 裂印機一開始呢 會有一些餘料在噴頭上面 我們都會做這個動作 那你可以去設定說它的距離是多少 然後是圈數是多少 那我預設是設定這樣子 那有另一種就是 我們如果物件呢 它是沒有一個平面去可以去做黏的動作的時候 我們就會用邊緣 邊緣開啟之後呢 它就會以同心圓的方式 就是練好幾圈 那我有時候會設定比較多 我可能用30 它就會在這個地方一直繞圈圈 繞了30圈 這邊是設定30嘛 它會繞好多圈 就像帽子的邊緣這樣子 會一直往外擴散擴散擴散 那它這個用意呢 就是要把我們的物件黏在平台上面 這樣子呢 我們在進行往上堆疊的時候 比較不會有狀況的 那這兩個呢 就是我們比較常用的 那就看你的物件呢 我們再來決定說 要怎麼去使用它 那大致上就是這幾種的設定呢 是最常見的 這樣子你已經可以讓它做另一個動作了 那這裡呢 就讓大家去嘗試一下 那我這邊呢 就留給各位去測試囉 那接下來呢 就要進入切片軟體的分析查看呢 就是這裡會有一個預覽 那在這之前呢 我先 粗略的示範一下說 我是怎麼去設定 切片軟體的 好 那這邊是因人而異 並不一定 我只是稍微示範一下 好 讓它 縮小一點 那設定的話 我用0.1 那壁後呢 我是用1.2 頂底部呢 我用0.8 讓它是8層 那一開始預設呢 70層高是0.2 那我讓它填充密度 假設是 20 好 然後 溫度19 平台60度 然後 啟用回抽 回抽距離6 回抽速度55 那立印的速度呢 是20 那起始列印速度是10 好 那我就 沒有啟動支撐 然後平台呢 我是用外圍的 外圍把它走三圈 這樣子在列印的時候 會比較順一點 然後直接按切片 它就會去做切片的動作了 切片完之後呢 它這裡就會顯示了時間 以及它多少功課 那這邊呢 我們就直接 你可以直接存檔 把這個檔案存起來 存到你的SD卡 就可以讓3DN去做工作了 那在這之前呢 我們會去看一下預覽 進來之後呢 它會進入一個預覽的觀看 你可以用滑鼠的右鍵來旋轉它 以及滾輪的地方呢 來做縮放 那這裡呢 你把它打開會有顏色的分辨 線條形式這裡 你可以看出說 它顏色是代表是 可能是外殼、填窗或是內壁等等的 那我們最主要呢 會從這邊去做 每一層的觀看 我們可能不一定會看到每一層 我們可能會粗略的看一下 把它拉動一下 看一下這樣子印起來呢 你觀察一下會不會有什麼樣的狀況 好 我們這樣看嘛 可以看一下 看起來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那我們剛剛前面有提到的回抽呢 回抽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們有兩個物件 它是分開的 像這裡 它在同一層的時候 我拉給大家看 假設在這一層的時候呢 它這裡印到 移動到下一個物件 那通常這樣的話 有時候呢 我們就會產生拉絲的現象 拉絲就是說我們的 我們的 浩材捲呢 它在高溫的時候 它一直不停的產生絲線 可是呢 因為它不是連貫性的 所以在移動到下一個物件的時候 有可能在這邊呢 就會形成一個拉絲的動作 那回抽的意思呢 就是讓我們的線材呢 做回去的動作 在我們在空跑的時候 它會做回抽 這樣子 那等到我們到下一個物件的時候 它才把線材推出來 在做列印的動作 這樣子呢 會去避免說拉絲的現象 當然這不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有時候你還是要去設定它 那 它不能完全避免 但可以去減少它的發生 這邊呢 就是讓大家去觀看它的 切片軟體的入門呢 我這邊來總結一下 那最主要呢 就是我前面所提到的基本設定 層後 壁後 庭中密度 支撐材 底部 以及回抽 這幾個是主要影響列印品質的參數 那當然這邊它所內建的參數是非常多的 有興趣的人呢 你可以去 一一的去測試它 這邊它都會有一些說明 你可能可以藉由它的說明知道一些結果 那這裡呢 入門的話 那我跟大家講幾個命訣 那最主要的是你的壁後 那壁後呢 我會建議是三層的噴頭厚度 這樣的話你的紋路會比較沒有那麼明顯 我試過用兩層的 發現說 有一些物件呢 它還是看得進裡面的支撐材的一些紋路的 所以三層的話是不錯的 當然你可以設定高一點 四層五層都沒有問題 但是相對的時間都會變多 以及你的頂部 底部可能沒有關係 但頂部呢 有時候是從外觀是會看到的 最好也是四層以上 其他的像是 支撐 如果你盡量的不用支撐 那相對硬起來會好看一點 因為支撐的話 一般是因為地性引力的關係 它這邊材料都會垂掉 不要支撐的話相對就會比較漂亮一點 那最後呢有一個重點就是 我們的外觀最好是用Z軸來表現它 那這是什麼意思 有人可能會不太清楚 意思就是說 我們盡量以Z軸的方式 Z軸的方向呢 來呈現我們的外形 這樣子印起來 你會覺得外觀紋路上相對會漂亮很多 甚至有的印出來都會有光澤發光的 那這裡呢 可能真的要讓它實際的去列印之後 再來感覺我說了這個 自己走來表現外觀 這樣子你會比較清楚一點 好那這邊還是呼籲各位 要去做練習做列印 直接實際的實戰經驗 這樣子你才會清楚說 我所表達的是什麼 那這邊呢 入門篇就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那你如果有相關的問題想要詢問的話 或是想要了解更多的 歡迎到影片的底下來留言詢問喔 那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學吧 掰掰